一名入室弟子,竟然撞告真传,而且是二十四真传之一的乐金城 不过几天时间,消息就已经传遍了悬兵洞天,然后蔓延到悬兵洞天周围的四城之中 这四城除了南天城之外,分别是东陵城、西双城、北黎城 这四座超大规模的城池,一切都与悬兵洞天息息相关,皆因悬兵洞天而兴起 所以,悬兵洞天之中有任何的风吹草动,四城都会第一时间得到消息 而且,四城之中的修士,除了当代悬兵洞天修士的亲族之外,还有许多前代修士的后裔 虽然并非每个人都是长老或池氏的后人,但身份相近,对于洪家姐弟的遭遇,自然也是感同身受 各城的九楼茶坊,都有修士在讨论此事 要我说这个许丰年,真是不自量力,岳金城何等天才,岂是他,一个小小入室弟子,可以冒犯的 许丰年为洞天长老的后裔,讨一个公道,何来冒犯 乐真传,倚仗着身份地位,开设赌方敛财,也就罢了 竟然还设局行骗,简直太不要脸 这设局之事,是否存在,还是两说 何况乐真传身,在洞天之中修炼,岂会去管赌方的小事 就算有也是赌方的房主,私自行事,与乐真传何干 那赌方,既然是乐金城所有,又怎么能说,与他无干 何况乐金城知道此事之后,也没有将财物,退还给洪云长老的后人 谁在赌方中赌输了,还能要求退还,真是可笑 那洪云长老的子孙是赌成性,以致家道中落,还能怪到赌方身上 分明活该,如此才对 哼哼,现在说的再多也没有用 此事结果如何,等长老阁裁定了对错,自然就有分解 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论之后,许多修士便是分成了两方 一方支持许丰年,一方则是支持乐金城 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的争论也是变得越发激烈起来 甚至因为此事产生了争斗,死了人 而因为死人的消息,传入到长老阁之后 也让原本并不太重视此事的一众长老阁成员,都是郑重起来 长老圈,大殿之中,四男一女 五位动天长,老盘兮而坐,面色各异 听说今日西双城中,又死了几名修士 起因就是因为许丰年壮,告了金城之事 而且现在动天弟子之中,对于此事的议论也越来越多 对于事情的看法,也是渐渐两极分化 所以此事,必须要尽快做出裁决 只有盖棺定论,才能平息事端 否则拖的时间越长,矛盾就越容易激发 最后恐怕一发不可收拾,坐在五人中间的一名白须老者 面色阴沉地说道,这个许丰年 入门不过几十年,就惹出这种事情 等此事过后,必须要严惩才行 说话之人,正是长老阁大掌圈 大掌阁此言诧异 许丰年状告之事,皆为事实,又何错之有 倒是乐金城,开设赌方敛财 逼得红云长老后人,便卖家财还债 甚至还夺走了红云长老,留下的遗物 事实俱在,不容辩驳 一名面带笑容的黑袍年轻人说道 所以,此事即便引发矛盾 也应该惩处乐金城,而非许丰年 六掌阁,乐金城是二长老的弟子 也是玄冰二十四真传之一 怎么能惩处乐金城 三掌阁脸色一变,立即说道 三掌阁,我们玄冰动天相 来秉承有教无类,众生平等的教育 怎么能因为乐金城是二长老的真传弟子 就犯错不成 反而承接一名无辜弟子 此事若传出去,我们玄冰动天 岂不是成了笑话 一名伸长弯脚的中年修士,鸡笑说道 哼,没想到一名小小的入室弟子 竟然间,我们长老阁内部产生了分歧 许丰年辞子修为虽然微不足道 但祸害倒是不浅 大掌阁面色难看,长老阁一共有八位掌阁 今日连他在内,一共到场五位 竟然有两名掌阁帮许丰年说话 而五人之中,唯一的女修 吴掌阁虽然没有开口表态 但不说话,已经是最好的表示了 最少,吴掌阁没有支持他这位大掌阁的意思 不过,大掌阁其实也早就知道 这件此事没有那么容易,就决定下来 毕竟状告了京城的许丰年 乃是二掌阁古中的弟子 虽然,古中最心于修炼 很少出现在掌老阁之中 但身为二掌阁,掌老阁之中又岂会没有支持者 比如三掌阁和六掌阁 一个便是古中的同盟 一个则是古中的代言人 当年六掌阁争夺掌阁的身份时 便是古中鼎力支持 才顺利成为掌阁 既然如此 那就尽快召集掌老阁一众成员 对许丰年壮告了京城之事 进行裁定吧 大掌阁陈生说道 古中正在闭关修炼中 正好趁他还没有出关 无法发挥出全部影响力的时候 把事情定下来 否则,等到古中出关的话 怕会有变数 悬兵洞天中部 一座悬浮半空的道悬山峰 这座山峰下方乃是一个封间 越是往上山体越大 最顶端则是一个巨大的平面 就好像是一座山峰 被一剑屏消除下来 然后用大法力将它倒悬在半空一般 一座高大的白玉宫殿 屹立在山峰的平顶中间 巨大无比的宫殿之内 乐金城丹西跪地 在他前方的 乃是一张白金颜色的座椅 悬兵洞天十大长老中 排名第二的赤灵真君 就坐在上面 乐金城看着赤灵真君 说道 弟子也没有想到 这一次的影响会如此之大 连四城中的修士都在议论此事 影响了师尊的声望 还请师尊责罚 责罚 金城 无论本君给你什么样的责罚 你能都能够接吗 弟子绝无怨言 即便本座将你逐出门下 你也无怨 弟子无怨 但会以死明治 便是死 弟子也不愿脱离师门 那如果再让你选择一次 你可愿息事宁人 将弘家的东西退还 弟子不愿 好 这才是我赤灵的弟子 这一次长老阁的裁定 你不会说 放心去吧 赤灵真人挥了挥手 乐金城叩头 离开白玉宫殿 缓缓踏空而行 走下道玄山峰 许丰年 你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入室弟子 我倒是要看一看 这一次 你拿什么赢我 走下道玄山 乐金城眸中 寒光闪烁 一日之后 消息传出 八方震动 赤灵真君亲口说了 乐金城这一次不会说 什么 二长老竟然说出这种话 那长老阁还如何进行裁定 还有何公平可言 什么公平 赤灵真君的话 就是公平 恋虚气的存在 还需要和一个金丹 讲公平吗 许丰年这一回成笑话了 竟然妄图挑战 二十四真传 若是乐金城输了 等于二十四位 真传都丢了面子 所以即便赤灵真君不开口 乐金城也不可能会输 玄冰洞天各个开市时 及市中 都特别的热闹 许多弟子都挤在一起 讨论此事 许多人准备看许丰年的笑话 正所谓免死湖碑 许丰年这样的入世弟子 都受到如此对待 更不要说其他人了 而且 不久之前 许丰年还为洞天立下大功 这是人尽皆知的事情 非来尽 某处 玄冲一脉 许多弟子聚集在一起 神色各异 许丰年为谷中弟子 事情天下皆知 玄冲一脉的弟子 自然也受到影响 开始还有许多人为许丰年说话 对他颇为赞许 后来事情越闹越大 矛盾激化 便有许多人认为 是许丰年惹下的祸事 是罪魁祸首 不过 此时骂的人多 称赞许丰年的人也多 但在赤灵真君开口之后 情况便是急转直下 支持许丰年的人都不敢开口了 只剩下谩骂和嘲讽 玄冰洞天 始终是修仙宗门 虽然绿条森严 但更以实力为尊 练续期的赤灵 真君开口 谁敢辩驳 许丰年不知天高地后 连累了我们玄中一脉的弟子 也遭受嘲笑 我看 应该将他逐出玄中一脉 是啊 我看他对玄中一脉 根本没有归属感 师尊把他收为弟子之后 他便未曾再踏入飞来进一步 许丰年刚修炼玄中故神经 就破了化骨池多年的记录 实乃修炼玄中 故神经的天才 怎么能无缘无故 将他逐出玄中一脉 何况这一次的事情 他并没有做错 是二长老太不要脸 以大欺小 是啊 哪有炼须长老 亲自插手弟子之间的事情 确实是太不要脸 要不是二长老开口 弟子议论纷纷 虽然也有人对许丰年不满 但绝大部分 还是站在许丰年一边 听到众人的议论 骆天雄站了出来 面色阴沉地说道 这一次的事 许丰年虽然没错 但也确实影响到了 我们玄中一脉 而且 若是因为此事 与二长老门下 真传结下仇怨 会十分麻烦 真传弟子的权力太大 以后我们恐怕会经常 受到故意刁难 而且 若只是二长老门下的真传 也就算了 就怕会有人落井下石 二师兄 那我们如何是好 听到骆天雄的话 不少弟子都慌了神 这件事情 我已经多次请示过师尊 但或许是师尊闭关正 好到了紧要关头 并没有回应 骆天雄说道 所以 事急从全 此事只能由我们进行处置 二师兄 不知道你打算如何处置此事 众人好奇问道 当年师尊收下许丰年之时 由于是在闭关之中 并未正式地进行拜师一事 所以许丰年严格算来 还不是师尊的弟子 最多只能算我们 玄中一脉的弟子而已 骆天雄说道 所以 我身为玄中一脉二师兄 完全能够以他 诬告乐金城为由 将他逐出玄中一脉 如此一来 我们便可以和许丰年 划清界限 自然不会受到为难了 听到骆天雄的话 众人都是面色一变 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这么做 等于是 对许丰年落井下石 让他们如何能够 做得出来 而且 这么一来 虽然不用受二长老一脉的刁难 但在玄冰洞天中 也会被人看不起 二师兄 我不同意这么做 而且我相信师尊 也不会将许丰年 逐出师门 不论 他所做的是对是错 都是玄中一脉 前所未见的绝世天才 即便这一次 长老阁裁定 判他输了 他也没有半点罪过 就这样 将他逐出师门 会不会太过草率了 一名玄中弟子 说道 我也是为了众位师弟师妹好 你们也该知道 我身为洞天直士 真传弟子 也轻易为难不了我 麻烦的 可是你们 骆天雄冷笑道 而且 许丰年的心思 玄中一脉 否则也不至于 从连飞来进 也不肯踏入一步 你们甘愿 为了他而受刁难 他可未必 会将你们放在心上 玄中固神经 也不是只有在飞来进 才能修炼 说不定他把心思 都用在修炼上 所以才没有来飞来进 一名女弟子 也为许丰年说话 许丰年在画骨池 创造了 前所未有的记录 任何一名玄中弟子 都知道 许丰年的记录 有多难 自然是谁 都不愿失去 这样一位师弟 哼哼 你们不要忘了 许丰年的灵根极差 以后连结音 都是极为渺茫 骆天雄说道 而且 既然你们都有认为 许丰年是修炼玄中 固神经的天才 那想必 他在固神经上的静静 必然十分惊人 不如我们现在 就将他召来 看看他的静静 若是他真将自己视为 玄中一脉弟子 最少也将玄中 固神经修炼到了第二层 骆师兄 我们玄中一脉史上 也只有一人 能够在金丹期 将固神经 修炼到第二层 这也太难了 有人不同意说道 许丰年第一次修炼 就创下的 前所谓的的记录 只要将心思 用在固神经上面 又岂会落后于人 骆天雄冷声 说道 这也是判断他 是否对我 玄中一脉归心的标准 否则我等为何 要替他承受 二长老一脉的刁难 我现在就传讯给许丰年 让他赶到飞来劲 骆天雄拿出传讯符说道 众人面面相去 虽然觉得修炼到 第二层太难 但骆天雄所说的 也并非没有道理 而且骆天雄是二师兄 威望极高 众人也不好阻止 绿混风 风物动的大堂中 许丰年与夏侯明渊相对而做 对于夏侯明渊的突然到访 许丰年也是十分意外 毕竟他与对方 也不过是上次 在禁协司前面 有过一面之缘而已 而且 可以说双方的第一次见面 还有一些不愉快 许师弟不会介意 我的突然到访吧 夏侯明渊看着许丰年问道 倒是不会介意 就是 如果师兄是为了上次 那六尔非辟道友而来的话 恐怕就要失望了 毕竟上次 他已经明确拒绝了 许丰年说道 哈哈 师弟倒是直爽 竟然一点面子 也不给我夏侯明渊 难怪赶上长老阁 撞告乐金城 弄得这位二十四真船 如此狼狈 夏侯明渊先是一愣 随即就是大笑起来 师兄就不必笑话我了 现在二长老开口说 乐金城不会落败 恐怕即便是长老阁 许丰年苦笑说道 毫无胜算 倒也不一定 师弟可知道 二长老为何会为乐金城开口 夏侯明渊问道 请夏侯师兄指点 许丰年道 因为按照规矩 要接掌十大长老的位置 只能从二十四真船之中挑选 而二长老距离下次天节 只有不到百年 乐金城是他所有弟子中 唯一获得二十四十真船席位的 但是 如果乐金城被长老阁裁决为有罪 就会被剥夺二十四真船的位置 以他的修为实力 下一次争夺 就未必能够夺得一个席位了 而在如果二长老 无法度过下一次天节 那十大长老 就会空出一个位置 夏侯明渊说到这里 就停住了 接下来的话 不用说 许丰年也能明白 十大长老中的任何一个位置 都是权势滔天的存在 如果空出来一个位置 那么许多人就有机会了 原本就算二长老无法度过天节 生死到消 这个位置板上钉钉 就是乐金城的 二长老一旦陨落 玄冰洞天 就会将修炼资源 倾斜到乐金城身上 祝他提升修为 只要等乐金城 晋升到化神七大圆满 自动就可以接掌一个位置 其他人根本没有机会 结果 许丰年误打误撞 为其他人制造出一个机会 这也 许丰年不由有些郁闷 谁能想到 这件事情竟然牵一发而动全身 因为他到长老阁撞告乐金城 竟然会影响到乐金城 在悬兵二十四针船的位置 而二十四针船的位置 又影响到十大长老席位的争夺 哈哈 你终于明白了 夏侯明渊看到许丰年的表情 幸灾乐祸地大笑起来 你可知道 这些日子不知道 洞天一直在调查你 还好没有查出 你是故意为之 或者是受人指使 否则一个制造动乱的罪名 就足够你死上百次了 谁能知道 还有这些规矩 悬兵路中又没有 许丰年有些后怕的道 即便你知道了 也绝不会想到 二长老将要杜劫的事情 这件事可是绝命 乐金城多半也不知道 夏侯明渊道 那夏侯师兄怎么 许丰年惊讶地看着夏侯明渊 他可是九长老的真传弟子 因为我师尊 就是我父亲啊 你不会不知道吧 夏侯明渊问道 许丰年文言 心中暗暗翻了一个白眼 他倒是知道 九长老姓夏侯 但也只是以为 夏侯明渊是九长老的同族而已 万万没想到 他竟然是九长老之子 如此一来 夏侯明渊知道 二长老将要杜劫 也就不奇怪了 只是一想到自己无意中 卷入了十大长老的位置争夺 现在又知道了 二长老将要杜劫的秘密 恐怕不是什么好事 怎么有种夏侯明渊 是故意算计我的感觉 但我不过是一个小人物 他算计我又有什么作用吗 总不能是为了燃黑子吧 许丰年心中想到 不过 他感觉 不管夏侯明渊 是不是故意算他 都应该不是为了皮黑子 而是有其他原因 六尔飞皮 虽然在培植灵药方面 有极大的作用 但夏侯族 传承了不知道多少年 这种大族 都会培养自己的灵植师 不会缺一只六尔飞皮 夏侯师兄告诉我 这么多秘密 想要我做些什么 不如明示 许丰年思索一下 摸不透对方的目的 干脆直接问道 许师弟果然是快人快语 我没有什么恶意 只是希望许师弟 能赢得这场裁决而已 夏侯明渊面带微笑地 看着许丰年 道 至于原因 我也没有打算瞒你 上一次真传弟子的大笔之上 我正好排名25位 如果乐金城 被剥夺了24真传的位置 正常而言 会由我补上 原来如此 许丰年明白过来 闹了半天 自己是为夏侯明渊 做了嫁衣 如果成功把乐金城拉下马 他自己什么好处都没有 还把二长老得罪了 当然 也不能说没有好处 如果能够拿回红云长老的遗物 获得汉天大沙漠的地图 就有希望或玄奎迎花 进行第四次天妖话题 九长老会帮我吗 许丰年问道 若是九长老出来说话 就可以平衡二长老 如此一来 还有赢得长老阁裁决的希望 此事我父亲无法出面 否则此事便上升为 十大长老之间的抗衡 对你没有丝毫好处 要知道 山崩地裂的时候 蚂蚁唯一的下场 就是粉身碎骨 夏侯明渊某中闪过一抹光芒 说道 许师弟不会怪我说话太直接了吧 师兄说得没错 但山崩的时候 死的肯定是体型大的妖兽 蚂蚁反而更容易在夹缝中生存 许丰年面带微笑地说道 夏侯明渊的话 虽然听起来让人不舒服 但也是实话 所以他并不在意 对于十大长老这样的存在来说 他现在确实就是一只蚂蚁 但任何的庞然大物 修仙俱博 也是从一只蚂蚁成长起来的 许师弟 我可以帮你说服两名长老隔成员 站在你的一边 剩下的就只能看你的了 夏侯明渊也没有反驳许丰年的话 说道 不过 我可以提醒你一下 你的师尊古中长老 叶阳兵长老 还有你进入玄冰洞天的引路人莫寒一 都可以帮你 就看你能不能说动他们了 说完之后 夏侯明渊便是站起身来 向许丰年拱了拱手 准备离开 回宿状 这件事 就不用麻烦夏侯师兄了 既然二长老都发话了 那我又怎能明完不灵 我这边带红景青他们去长老阁 撒许丰年满脸无奈地说道 夏侯明渊身体一僵 面色复杂地看着许丰年 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夏侯乃是大族 气度不是小族可比 又岂会做空手套白狼的事情 既然师兄今日 向我透露了这么多事情 必然不可能 让我白白做这一身嫁衣 许丰年笑道 所以 师兄你就别演了 给我的东西就拿出来吧 夏侯明渊看着许丰年歪了歪嘴 拿出一块玉剪丢给许丰年 道 这是清单 此事成了 你可以从中选三件 许丰年接过一剪贴在头上 看了一下才放下来道 三件太少了 八件吧 而且 这些东西 得事前就给我 八件 你倒真敢开口 五件 这是底价了 夏侯明渊吓了一跳 玉剪中记录的 可都是夏侯家 多年来积累的好东西 要不是为了帮他夺取 二十四针船的位置 绝不会拿出来 虽然他父亲的弟子之中 已经有两人 位列二十四针船 但这两人一个是外形 一个也只是夏侯族人 十大长老的位置 若能传给儿子 为何要传给外人 师兄 这关系的 可不只是二十四针船的位置 还有十大长老的席位 不要说八件 八十件也不多啊 许丰年说道 而且 这件事 我还得动用人脉 到时候孝敬一下师尊 莫执氏 叶长老 甚至还有其他人 自己未必能够剩下几件 何况 这可是杀人的买卖 二长老会不会和我计较不好说 但乐京城必然恨我入股 不行 此事越想越是凶险 还是算了吧 说着说着 许丰年的脸色 越变越苍白 急忙把玉剪丢回给夏侯明渊 一半是演戏 一半是真的越想越怕 乐京城还好 若是二长老动怒 杀他不比捏死一只蚂蚁容易 十剑 让你选十剑总降了吧 至于二长老那边 你大可放心 我父亲早有算计 到时候 自然有办法化解二长老的怒火 二长老就又有三千年安稳日子可过 培养几名真传 不过是轻而易举 夏侯明渊急忙说道 许丰年要是这个时候聊挑子 岂不是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他娘的 要少了 看到夏侯明渊的样子 许丰年气得直跺脚 这也不能怪他太嫩 而是他根本不知道 夏侯是这种修仙大族的底蕴 要知道 只要能够成为真传弟子 基本上就预定了原因期 而成为玄冰二十四真传之一 就预定了化神期 一旦接替成为十大长老 就等于预定了炼虚期 因为能够成为真传弟子的 都拥有最顶尖的天赋 这些人修为能够达到什么境界 除了悟性和机缘之外 最大的决定因素 其实是能够获得什么样的修炼资源 如玄冰洞天这样的势力 用资源堆出一名炼虚修士 并非难事 只是代价太大 而且用资源强行堆出来的 战力方面也无法与通过自身修炼 一步步走上炼虚的修士 相提并论 所以 对于夏侯明渊来说 只要成为二十四真传之一 他也就预定了十大长老的位置 和炼虚期 自然是付出再大的代价 也值得 实践就实践吧 许丰年也没有再反悔 差不多就行了 出而反而让人厌恶 他想了一下 将选中的十件东西 告诉了夏侯明渊 给你 你要的都在里面了 希望许师弟不要寄我失望才好 夏侯明渊在怀里摸索一会 取出一只储物袋 放到许丰年面前 许丰年愣了一下 好家伙竟然直接把东西都带来了 那夏侯明渊 现在岂不是一个移动的人形宝库 若是把他宰了 算了 人家是九长老之子 想要悬兵动天杀人家 那真是打着灯笼上茅测了 多谢夏侯师兄 我一定尽力而为 许丰年满脸认真的点头说道 拿了好处 就得有该有的态度 这样即便失败了 也能说我尽力了 若是吊儿郎当 夏侯明渊没再多说什么 拱了拱手 便是离开而去 许丰年拿起储物袋又看了一遍 不得不感叹 天赋有什么用 努力有什么用 悟性有什么用 最重要的 还是得回投胎 二师兄召我去飞来境 恐怕是与我壮高乐京城一事有关 正好去见一见古师尊 也不知道出关了没有 许丰年拿出传讯符 喃喃自语 第二次去拜见 就带着这么大一个麻烦 不知道他老人家 会不会想一巴掌拍死我 离开洞府 许丰年便是向飞来境赶去 进入飞来境 许丰年便按照骆天雄的指示 来到飞来风上的一座宫殿前面 许师爹 进来吧 这里是我日常修炼的洞府 许丰年刚一站定 六师姐鼓指哑的声音 就是传了出来 进入宫殿之内 许丰年也是吃了一惊 殿中竟然聚集了一百多名修士 每个人身上都是 散发着玄中固神经的气息 这些人 自然都是玄中一脉的弟子 见过二师兄 见过六师姐 见过各门师兄师姐 许丰年一行礼 而后才向骆天雄问道 不知道二兄召我前来 所为何事 许师爹 从你上次离开飞来风 一别也有十数年 这么久 你都未曾再踏入飞来风一步 也未曾败见师尊 在你心中 可还有师尊 还有玄中一脉的师兄弟吗 骆天雄面色阴沉 目光森冷地盯着许丰年问道